大批现金摆满桌上全都是替诈骗集团洗钱的账款 刑事局接获中国上海市公安局 寻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机制提供的勤资 转报有被害人遭诈欺集团以投资虚拟货币 诈骗570万人民币 经专案小组追查 发现以台湾籍灵性男子为首的洗钱集团 涉嫌替中国诈骗集团洗钱 警方更循现追查赖姓男子为首的非法赌博网维护平台 总共逮捕18名嫌犯 并起出现金一千多万元 电脑主机等大批张证物 本件事是警察局这一大队 货获诈骑洗钱集团 及赌博营运机防案 那这是在110年8月 货获 其实警察局这一大队 对于日前接获勤之 有一男子 在中国大陆地区遭受诈骗 那中国大陆上海公安局 透过两岸共同打擊犯罪协议 那提供相关的资料 发现该一男子遭受诈骑集团 以假投资 虚拟货币的方式 刷额诈骑人民币570万元 行事警察局正应对接获勤之后 立即于台中市警察局等单位 等专案小组 兴趣追查 专案小组兴趣追查之后 发现有一名姓男子 在台中地区 专案大楼内 透过集团成员 长期收购大陆地区的帐簿 作为犯罪工具所使用 至今长期收贈 现在实际选择合专案小组 公分山坡 作为溯源执行 诺共查破赖姓男子等11名 赌博秘法的成员 以及林姓男子等 西米扎骑洗钱集团成员 共计查破现金 新台幣1053万余元 及电脑主机台等 证捂 全案兴趣后 依刑法 诈骑赌博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协 离请台湾台中地区处 侦办 刑事局呼吁 假期犯罪危害民众财产安全 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初心 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